網路購物很方便來超商取個貨 很多人喜歡來個匿名梗 像是隨便取個台中癞牙鹽之類的 但是假設連發票上面的買售人 都是用這個名字 但是跟你本人完全是兩碼子式 小心 獎金就會跟你擦身而過 暗暗滑鼠 網購商品 有個資考量或者其他因素 消費者超商取貨 玩匿名梗的人不少 但鮮少有案例 是因為匿名梗 最後領不到發票獎金的 這位自稱是屏東張孝全的當事人 卻踢到鐵板 網購買衣服 購物發票中了200塊 去領獎時被告知 買售人跟領獎人名字不符 所以無法領獎 不少網友哭訴 還好不是中200萬 不然真的會哭死 還有人建議乾脆拜託 真正的張孝全本人代為領獎 國稅局過去經常碰到的 大多是買售人 只填了姓氏 沒有全名或者是空白 但只要是遲發票者 這類的案例 大多會放寬處理 可以領獎金 國稅局如今替屏東 就為張孝全先生 想出幾套方法 只要他舉證 網購郵件證明 屏東張孝全 其實就是購買者 讓他照樣可以領到200元獎金 記者林英偉週一的台北採訪報導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